補這名 凌晨騎車經過台北市基隆路 丁州路口 因為行徑怪異 遭到袁警攔下盤查 按照網例詢問身份 眼前這名男騎士 還故作鎮定配合盤查 亂報好友身份 沒想到自己的好朋友 竟然也是一名同期犯 袁警看他神色緊張 執行附帶搜索 果然在他外套口袋裡 找出毒品吸食器 變成自己很久沒吸毒了 但是眼尖的袁警 卻在吸食器上發現毒品殘渣 戳破他的謊言 男子眼界瞄頭不對 這才趕緊乖乖 報上自己的身份 但警方一查 發現他其實也是一名 毒品通緝犯 用誇張的語氣說著自己完了 這名44歲的正姓男子 就是因為身上藏有毒品 怕被警方發現 突發奇想報朋友的身份 想要蒙混過關 沒想到卻報到一名通緝犯的身份 反而意外讓自己不法的行為漏了些 接著是嘉明黃家衛 台北報導 本集團 本集團